还原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真实面目 有声书 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由独克熊猫军 官方出品 第三百八十二集 气怒息怒铲铲除论亲灵 对内而言是一大壮举 自从松赞干部去世之后 吐蕾军政大权已在嘎尔士手中操纵了五十年 此时终于收归赞谱 气怒息怒亲掌国政 宣布废除大象之职 但是对外而言 逼死论亲灵却是自毁长城 长期以来 吐蕾的精兵良将都控制在嘎尔士麾下 论亲灵的死 也就注定了军事上的终衰 政局骤变也必然导致分崩 气赞谱之后 论亲灵之子 论工人也很快投本大舟 而且他不是自己来的 还带着嘎尔士统治之下的七千余帐土玉魂人 随后 散居青海和黄的土玉魂各不得到消息 也陆续内附 龙朔三年 陆东赞趁李智用兵百计之际吞并土玉魂 也就此开始了中原与吐蕾之间长达三十多年的战争 尤其是薛人贵 李静玄 为代价的三次惨败 大唐损兵折将 总共超过三十万 而现在 土玉魂终于回到了中原的掌控 李智在天有灵 当可含笑 武赵也大喜过往 封论工人为左玉前将军 九权俊功 特赐免死铁卷 继而又宣召青海王慕容宣超 册封其为乌帝也拔秦中克汗 统辖土玉魂各部 昔日 土玉魂克汗 慕容诺和波流王大唐 于垂拱四年并逝 慕容宣超乃其嫡孙 天下大事总是此消彼长 吐蕃衰落的同时 突厥却在崛起 几乎就在论工人逃奔大洲的同时 莫绰克汗也有了动作 他任命弟弟多西福为左相察 古赌禄之子莫举为右相察 又册封儿子阿史纳福聚为小克汗 地位在两察之上 这样做首先是巩固权位 克汗之位原本就是古赌禄的 古赌禄死时 其子莫举年幼莫绰抢到了侄儿之位 现在他把弟弟侄子封为左右察 确立自己的儿子为小克汗 明显要把汗位固定在自己一脉 再者 他在确立儿子为继承人的同时 还交给儿子一项任务 命其掌管西突厥实性部落 故而小克汗又称塔西克汗 这就意味着莫绰开始打西域的主意了 为了遏制莫绰的图谋 防止西突厥被东突厥吞并 武赵命阿史纳胡瑟罗为平西大总管 回阵碎叶城 这与前番敌人节的策略不同 并非是希望其复国 而是为武州在西域的统治多加一道保障 这半年来 北部边庭也不甚安宁 莫绰虽然没有大举进攻 边境劫掠之事却时有发生 武赵所境 敏魏元忠兼任天兵军大总管 楼师德兼任天兵军副总管 全权负责北部防务 总的来说 武赵仍以宝敬安民为上 不求开疆拓土 只想安然度过晚年 而急需解决的是 离武两家的矛盾 胜利二年六月十八日 他将太子吴贤 相王五轮 太平公主 以及梁王五三四 定王五幽四 建昌王五幽宁六人 照到明堂 在文武百官 天地神明的见证之下立誓 今后离武两家和睦相处 修其与共 继而将誓词刻在铁卷之上 藏于使馆之中 虽然子侄们都满脸虔诚地宣读了誓言 但武照仍不放心 将来他反驾摇耻 孩子们能不能遵守诺言 谁又说得准呢 道德诚信 没有多大约束力 因此必须有更实际的办法 出乎意料的是 办法反倒是 吴显率先提出来的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 吴显请示母亲 打算让女儿履行婚约 吴显西夏一共有八个女儿 如今接封郡主 年长的三个已经订婚 但是 吴显处事谨慎 女儿出嫁 必会使她在朝中 形成殷亲势力 可能会招致母亲的猜忌 一直不敢履行婚约 她的长女新都郡主 许配给通氏社人杨慈 乃鸿农杨氏之人 然而不久前传来消息 杨慈染病去世 这下 吴显有些沉不住气了 女儿已经过了试婚的年龄 再不出嫁 那可就成老姑娘了 准驸马也不得婚配 这要拖到什么时候啊 故而她战战兢兢地 向母亲说明情况 三女新宁郡主 许配南朝始终 驸马都尉 王宽的曾孙 王同角 狼牙王室 乃山东望族 这桩婚事理智在世时便已定下 当时两个孩子还甚小 次女义安郡主 已经许配给裴婿 当初 裴婿在五三司的安排之下 出任君州私仓参军 不但顺利完成了 结好庐陵王的任务 仪表堂堂的他 还被吴显看重 预定为女婿 吴显请示嫁女 本是无奈 但是 吴行之中 却提醒了吴昭 欲使两家人化解恩怨 还有什么比通婚更好的办法呢 将来但育儿女 两家成了一家 还有什么仇恨可言呢 他不仅答应了一安郡主 新宁郡主的婚事 还给其他的孙子 孙女也都指定亲事 扬此即死 武赵给新都郡主 安排了一位新的成龙快婿 五成四只侄 陈王五颜辉 红农阳氏也不能亏待 毕竟那是武赵的母族 于是 又以太子第四女 常明公主 许配阳公人的曾孙 世袭关国公 杨慎娇 第五女 永寿郡主早妖 第六女 永泰郡主 许配给五成四长子 世袭未亡五颜姬 第七女安乐公主 许配五三四只子 五重训 只留下最小的新平郡主 没有止婚 武赵把三个孙女 嫁入五家 其用意 再明显不过了 光嫁出去还不行 还要娶进来 在她的筹谋之下 孙子们的婚事 也都纷纷确定 嫡长孙 少王五重论 已经预定取 河东陪氏之女 不宜更改 庶长孙 平恩王五重福 被指定娶一位王姑娘 此女家是一般 本来不配嫁入皇家 但是她的母亲 张氏 是张一芝的姐姐 故而交上好运 也足见女皇 对二张的幽容 一兴王五重郡 指定娶千牛将军 杨知庆之女 这个杨知庆也不是外人 乃是女皇外祖父 杨达之曾孙 仅安排五险的儿女还不够 此后五赵又陆陆续续下达赵斥 将五轮长女 寿昌县主 驾太子又凤裕 杨赏一 赐子安兴县主 驾五三司的心腹 参军薛林 将五三司的次女 驾太平公主赐子 薛崇简 通过这一系列婚姻 她把离五两家血脉 连维一体 一损俱损 一容俱容 亲定之事不得拖延 凡是已至吉吉之年的 立刻出嫁 未及婚龄的 也要及早准备 一两年之内完婚 其实这几桩婚事 有不合法之处 太子虽然是李家人 但已姓吴 他的女儿自然也姓吴 就连太平公主 与薛绍的儿子薛崇简 也随继父 该姓吴 岂不有为 同姓不通婚的法则呢 依照唐州研习的律法 同姓为婚者 判处徒刑两年 但是 满朝文武 谁敢出这个眉头啊 又觉得 这是巩固太子的好事 都跟着装糊涂了 再者 五成寺去世未满一年 五颜姬席成王位 尚在守孝 五颜辉寿伯父抚养 也在守之之列 现在结婚也不合法 但是五赵等不及了 硬是催他们立刻完婚 洛阳城张灯结彩 欢天喜地 四五桩皇家婚事 几乎是同时进行 这可忙坏了礼部官吏 五赵却颇为得意 看着一对对新人 向自己叩拜行礼 心里边踏实不少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又传来了噩耗 楼师德巡视拢幼诸军 途中不幸染病 事于惠州 终年七十岁 一代名将 刻然常识 五赵绰朝三日 追赠其为梁州都督 此事好 曰 真 可是 楼师德死后不到一个月 老宰相王极善也过世了 享年八十二岁 五赵再读输朝 追赠其为义州大都督 特命陪葬前领 自当年安葬薛元超 留人鬼之后 天下改朝换代 再没有大臣陪葬礼制 而今 五赵重开陪葬制度 这无异于承认 唐灵的地位 也显露出 他对恢复唐统的默许态度 毕竟 将来他也要入葬前领 以天后之思 躺回到天皇的身边 朝廷连丧重臣 不免引起五赵的焦虑 许久没有问过政务的他 将狄仁杰召至尽忠 询问宰相之事 此时 狄仁杰 也已经是七十高龄 进入御院 脚步蹒跚 见他颤巍巍地下败 五赵弹道 国老一败 朕心侧然 芒令高金刚射踏 搀扶他裸足 君臣际遇 自古难得 他对敌人节 已经不仅仅是器重 简直可以说是 仰赖 如今 他已经几乎就是一个锤拱天子 一切政务都交给敌人节 楼师德王极善的死 不仅让他难过 更有几分隐患 唐又一日 敌宫也舍他而去 谁替他这苍然老狱 撑起 诺大的江山呢 沉吟万赏 他直截了当地说道 国老魏镇 推荐一位骑士吧 骑士 敌人节略一簇眉 倘是 文章锦绣之辈 莫说李桥 苏卫道等辈 就是控贺府中 也数不胜数啊 武赵一笑而置之 他虽然宠信那帮朱英学士 却并不糊涂 文章写得好 就一定能治理得了天下吗 于是说道 朕所求者 乃是如国老一般 可泄礼阴阳 力情涉及之臣 倘如此 非张俭之莫属 张俭之 武赵没想到 他又提起这个名字 去年 朕才刚将他提拔为荆州长使 再者 他的年纪 也太老了吧 敌人杰笑着说道 此功诚然老迈 我看他 却是老而弥奸 陈婉善谋 可断大事 年初朝晋之际 陈曾与他盘缓数日 却他耳聪目明 身体康健 全然不似年近茂蝶之人 倒比我硬朗得多 甘罗十二岁为官 吕望八时裁缝文王 世人发迹 有早有晚 此意命数也 臣以为张俭之 尚勘为宰相 陛下若有意 当早用之 好吧 既是国老利监 朕当一事 继而他又说道 楼公王公相继离世 朝廷所缺者何止一向 还需烦恼国老多多留心 倘有设计之臣 武局高门寒肃 也不必计较科举门印 当肃捉拔 即便是侍郎少卿之位 只要国老觉得合适 朕必从之 寥寥数语 包含了多少信任呢 此日 武赵便命奉阁草照 调动张俭之之位 但是考虑到这位 和他年纪相仿的老臣 从未入京担任高官 骤然提拔为相 有些不妥 于是暂时调任即为 洛州司马 洛州之所就设在洛阳 此乃京基地方大员 又晋升许州次使杨元炎 为荆州长使 接替张俭之员职 这位杨元炎 也是红农杨氏之人 是女皇比较信赖的大臣 至于宰相之缺 仍以陆元芳 苏卫道 杨再思 维聚员 维安石等被弥补 朱砂不足 红土为贵 这些人的才干倒还其次 资历都比较老 而且性情都比较柔顺 当初就给李昭德当过配角 现在继续听从敌人节的指挥 这一年即将结束之际 又有一件轰动天下的大事 在时差南陀 菩提刘志 法藏 义静等高僧的努力之下 新版的大方广佛华严经 终于一日完成 此版华严经 比东晋流传下来的旧版 更加的详实 分为三十九品八十卷 共计四万五千计 后世通称其为八十华严 东晋版称为六十华严 这是佛门的一大胜举 也是五兆长久以来的心愿 他阅览了整部经文 并为此撰写序言 造化全鱼之手 天道未分 归隆细相之初 人文始著 虽万八千岁 同林有节之躯 七十二君 巨识无边之意 由是人迷四人 轮回于六道之中 家产五盖 莫逆于三图之下 大方广佛华严经者 乃诸佛之密藏 如来之性海 试之者莫识其指规 义之者 喊侧其崖迹 一句之内 包法界之无边 一毫之中 至煞土而非爱 免为傲义 亦在晋朝 十余六代 年将四百 然 一步之典 才获三万余盐 围起半诸 未亏全宝 朕闻其范本 先在于田国中 前使奉迎 尽方至此 这篇续言赞颂了华严经的伟大 详述了范文经本得来的整个过程 包养了诸位法师的功绩 一代宝典历经五百余年的流传 终于重建天日 这其中 包含多少佛门信徒的辛劳 为了纪念这一盛世 武赵 又命法葬 在佛寿祭祀开坛 连续七天 宣讲此经 有声小说 武则天 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 王小蕾 演播 骆驼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